最少六七分钟 所以请各位记得 当你们做完面包在旁边发酵的时候 赶快我们就去做饼干的东西 饼干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定要记得 饼干不是我们的主要 因为它很简单 各位绝对这个数字 你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减一点 不喜欢吃甜的减一点糖 不喜欢吃奶油味太重的减一点奶油 都没有关系 你们要减个二三十公克都OK 好 然后再来到东西 这两样东西打到发了以后 有四颗蛋对不对 那四颗蛋在碗里面打 全蛋在碗里面打散 当你们的奶油都打发了以后 我看了没问题 就请你们把那四颗打发的全蛋 分四次到五次 四次到五次 请你们一定要分四次到五次 不是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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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你到第一次的时候 要把它全部吸收你们的奶油 奶油那个蛋白 糖粉跟奶油全部吸收了 之后再到第二次 没关系就让它玩 你要专心不然你一天 我一定要吃你的 然后再到第二次 吸收了再打打打打 再到第三次 一直让它吸收完再一次一次的加 三到四次 四次OK 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 当我跟你们说很重要的时候就是 虽然你糖粉跟奶油打得很发了 可是你打蛋下去 你把它打得跟蛋挖一样 它的效果 把你前面的工作都抹杀了 好 好 感谢观看